Nio聊四季,天鹽多個星,大家好我是Nio 只要來看斯拉夫人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我們來看一下紅色,紅色是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最大的特色是農田 是有10%的採集速度增加 農田種田速度也是蠻快的 再來就是他的工程器很便宜 算是步兵單位的文明 這個後期的王者四孫,可以一次打倒大量的步兵 還有這個擴散攻擊的效果 所以斯拉夫人後期,比較進行打這個貴族鐵器 加上步兵器,還有這個工程器一類的 搭配一個阻力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波蘭人 那波蘭人這邊是比較,也算是農田文明 兩個都是很會農的文明 但是我心目中最會農的,是波蘭人 那波蘭人最大的特色就是有這個大中原可以使用 那個大中原一蓋下去之後呢 在旁邊大中原,撒田 就可以立即收成10%的食物 所以這個食物採集量其實我覺得 會比斯拉夫人更快一點的原因是這樣子 因為你10%是需要時間去採集才會給你10% 但立即採收這個10%的效果,就又不一樣了 你是需要花時間獲得,跟立即獲得是不一樣的 就好像是領日星跟月星的概念 一個是直接給你,直接發錢 另外一個是你要做滿一整根座才會給你錢 這種感覺 所以波蘭人是我心目中最喜歡玩的文明 那再來就是,波蘭人他的特性太強大了 他除了挖石頭可以產生石頭之外 還可以產生一點點黃金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讓波蘭人 在一個黃金上的需求上 變得沒那麼可怕了 因為通常一個文明的挖石頭 都是傷經濟的一個狀況 但是波蘭人卻不怎麼傷經濟 這個笑死了 這個趕路失敗 這個又有衰失誤 但是這邊他們都會有個細節 如果斑馬走回去的時候還可以繼續用這個刺頭卡 然後射一下之後,斑馬會再往前跑一下 然後之後還可以繼續用斜頭去把他趕回來 這個算是蠻細節的一個做法 好,那我們繼續講波蘭人 那波蘭人的難處之外 他後期的騎兵超級便宜 這個騎士造價好像直接給6折吧 6折騎兵 黃金需求量非常少 只需要30黃金就可以做一隻騎士了 比這個工兵還要便宜 而且波蘭人也有三級射 也有強弩也有母子環 所以波蘭人打工兵路線也是OK的 再來就是他的村民好會自動回血 然後這個血量會慢慢的回 13滴 那會慢慢的回上去了 好,變14滴了 所以他在這個封建塔工的一個打法的 一個戰術選擇的時候 波蘭的塔工兵戰術是特別強勢的 尤其是在競技場來說 他的塔工是非常有威脅性的 那再來就是波蘭人最大特勝是他這個 烈克提斯 烈克提克 我每次都忘記他的金冠叫什麼 他這個金冠的能力可以讓他自己的大肉麻 波蘭一騎兵有這個践踏效果 所以就變成說 這場對決我蠻看好的 兩邊的金冠都有這個擴散傷害 跟這個践踏效果 都有個範圍性的AOE的大強勢的垃圾兵 那再來就是 兩邊都是農田喔 都是10%的 的一個加成 好 只是一個是立即採收 那另外一個是慢慢種的 那我個人是比較看好波蘭人喔 那除了波蘭人是我的 最喜歡的文明之外 玩的人還是YOU YOU也是我一名 也是很喜歡的一位選手 講認真的 如果第一名要我講我最喜歡誰的話 我一定選BIPER 第二個就是YOU 第三個是HERA 為什麼我會這樣排名喔 是因為 我覺得YOU 他的一個進步程度有點超乎我的想像 他在我那個年代的時候 他好像也沒那麼的厲害 但是他越來越誇張了 已經快要跟HERA他們差不多同等級了 就這近一兩年來 他已經越來越接近世界冠軍的等級了 所以我也是蠻看好YOU這個玩家的 好 那我們就來稍微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選擇戰術 好 那右這邊是選擇了19批上風 那斯拉夫這邊是選擇了20批人口上風 兩邊的上風方式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比較早一村上 那我覺得這兩邊上法應該沒什麼太大差別喔 差別是只有這個棒棒出去的時間點 會有差而已 好 斯拉夫這邊直接三棒棒出去 當然是波蘭這邊沒有打三棒棒喔 所以這邊可能會有個細節出現 這邊斯拉夫可能會直接上步兵喔 很有可能 那波蘭這邊是直接上射箭場嗎 好 上哪就 好 這邊殺一級木跟 一級農 打一個最農喔 好 完這個時間會上裝甲 好 這種時間上裝甲是比較合理一點的 好 因為這個時間點喔 你弓兵出來還不會第一時間出 而且如果你還在挖這個黃金的話 肯定是會被騷擾到的 但是這邊刺頭已經看到對方沒有挖黃金喔 所以這邊發現對方出弓兵的時間會更晚一點喔 所以這時候上裝甲步兵就很賺喔 這個投資就不虧 然後又可以砍這個木牆 給對手一個極大的蠻大的壓力的喔 好 那大裝園這個特性呢 還可以提供五人口的房子喔 這等於是移動房子的概念 好 但是送送這邊決定不打木牆 決定去砍外面的房子喔 直接賺個25木也好 但是這裡有洞耶 這是有洞嗎 應該是沒洞喔 他先補起來 因為這個木頭快挖完了 這邊剩下13個木頭而已 好 那這邊斯拉夫直接裝甲進攻 然後這邊刺頭往下偵查看 看到了這邊的馬舅 才在出馬了 好 那這邊沒有轉工兵路線 所以右這邊可能會有一些短暫的壓力出現 射箭場要下嗎 好 這裡不下喔 選擇下第二個大裝園喔 好 這邊下大裝園就是一個細角 你看現在28人口喔 差這樣只有30人口 下大裝園的話可以直接多5人口出來 好 又可以在旁邊撒田 好 這個就是細節 好 高手思維跟我們不太一樣 但是大裝園比較貴一點喔 一般模仿是100木頭 但大裝園也是125木 所以其實他多這個5人口的效果 也是剛用抵掉防止的效果 好 那這邊刺頭直接互搭 斯拉夫這邊裝甲加上兩隻戳戳 沒辦法 看到戳戳 長槍兵喔 一定要轉這個射箭場 那這邊待會可能要拉這些村民去挖金礦了 好 彩晃林地也剛下了 好 這邊直接三隻裝甲 殺上兩隻的長槍兵 然後做一個潛壓的動作 然後... 把牧場寫掉非常快速 好 但是這邊直接看到 欸 你怎麼起第一個大裝園 他這邊有可能會直接砍大裝園還是砍村民 砍村民... 意義大嗎 好 不確定 好 長槍兵再過來看一下 能不能戳到一些肉碼 但前線沒有看到肉碼 這邊有看到 但是這邊第一時間拉走 好 這邊裝甲步兵再回頭打了一下 這邊直接進入了TC的射程 好 毛兵開始出來 毛兵一出來之後 就可以開始攻擊對方的長槍兵了 那通常喔 長槍兵會優先打長... 毛兵會優先打長槍兵的原因是因為 只要把長槍兵解決掉之後 刺猴就可以直接硬上了 打這些裝甲步兵喔 但其實裝甲步兵的體質喔 是比這個肉碼還要痛一點點的 好 攻擊力是六攻喔 但是肉碼的話是五攻零防喔 所以這個防禦上來說 可能會比較害怕一點 對手的一個裝甲步兵喔 那個肉碼去打的話 肯定是打不贏的 好 最好是這邊挖金框喔 出點小攻喔 來手會更好 畢竟毛兵的防守效果有限 好 長槍這邊其實也圍得還蠻不錯的 就這邊很努力的在灑田喔 這邊已經灑了大概七片田 喔 已經很快了 15分鐘七片田 好 還有出馬 欸 這裡可會死一次 欸 還好喔 他這邊長槍兵沒有先卡到位置 好 這邊肉碼先上高地要開打嗎 但是又還有兩隻長槍兵喔 這個長槍不解決的話 肉碼是沒辦法輸出的 OK 長槍兵剩一滴 剩下一滴血的狀況就可以上去硬打了 好 但是這邊又想要用一個高地優勢 去跟對方換血量 這樣子的話自己的損失並不太大 但是對方會損失非常多的單位 那這邊分數直接反超 又這邊領先了100分的分數 但是斯拉夫這邊已經用到自己的三棒棒 爭取到了非常多的時間 家裡的農田早就已經農到爆了 這個是十六片田 反觀波蘭這邊只有十片田左右 喔 可能不到 喔 下面還有 十一片田 哇 你看這個斯拉夫用這個 這個其實有點像是黑跳城戰術了啦 但這個黑跳城並不是非常的硬要 就是黑暗時代一直農 而且是有轉裝甲的 這個黑跳城的戰術 好 那斯拉夫送送這邊 這一波打得不錯 這裏取到了非常多時間 好 那家裡就可以安心的發展起來 都可以圍死喔 都沒有問題 好 那波蘭這邊 又應該會面臨一個時代上的壓力喔 這邊也是要趕快盡早的上到這個 城堡時代 好 後方工兵多一個燒了 不讓對方蓋這個房子 但是應該還是蓋得起來 因為現在工兵數量不多 硬點的話還是可以把這個房子補起來 所以這邊房子補起來 能增學到城堡時間 就夠了 因為待會上城堡時代 斯拉夫應該是要打雙馬舊 這邊待會可能要再補一個馬舊 然後來打這個騎士 因為斯拉夫的城出騎士暴 是一個非常強勢的能力 因為他在上封建時代這段時間 農田的採集速度太快了 所以到城堡時代 肉都通常蠻誇張的 有時候還可以到一千肉 可以直接點地龍時代那種肉量 這就是斯拉夫跟波蘭人最厲害的地方 好 那波蘭這邊也是點一下了 自己的城堡時代 那這邊已經下了三個大莊園 其實有時候我在想 因為我自己玩這個大莊園 我做強迫的這種 一定要灑滿旁邊八片田 我才會下一個大莊園 但像肉這種下法就很不錯 因為大莊園其實越早下是越好 好 趕快規劃一下 這個都市的一個計畫 哪邊是農田 哪邊是房子 哪邊是這個軍事藥地 還有圍牆的部分 那肉這邊是已經預測 先預測好了 自己的規劃農田區都已經搞定了 那待會撒農田的時候 波蘭右這邊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玩波蘭這個文明 玩到後面都會有點手忙腳亂 所以我覺得提早規劃這些農田 是件好事情 那待會這邊也可以再補個農田 那下方這邊可以考慮開始TC 稍微連上這個牧區的感覺 後方的部分 這邊可以再撒一片大莊園 也沒問題 好 那目前上到城堡時代 第一時間蓋一下自己的TC 送送點下二級色 哇 打的居然是弓兵開啊 這邊馬弓出來可能會有點壓力喔 因為對方現在波蘭是沒有任何兵 可以去擋住這些馬弓的 而且這邊波蘭打騎士的機率也偏高 斯拉夫城堡打馬弓 有料嗎 我不確定了 我不確定 這邊斯拉夫只有二級色喔 雖然沒有三級色來說 我覺得還是有點傷啦 但我覺得斯拉夫打馬弓 並不是非常棒的一個選擇 但城堡時代打馬弓是OK的 因為大家城堡時代都是一樣的 沒有誰比較弱誰比較強的問題 那又這邊是選擇了 3TC直接開農喔 那這邊開農之後 要來考慮要不要大挖石 欸 有挖欸 哇 七個人在挖 那應該會下城堡 早就已經挖好了 哈哈哈哈 下這個高地 OK 可以守住這個祖金的部分 這邊再下一個修造院 那這邊可能要馬上 速點這個貴族特權科技喔 馬上來出騎士 欸 那這樣出起來就不錯了 就會不會耗費這麼大量的黃金喔 跟食物喔 就不用耗費這麼大量的黃金喔 虛產這個騎士了 但現在出騎士的話會有問題喔 對方現在出馬弓 如果騎士的數量不夠多的話 可能會有點難打 甚至會打不贏的狀況 所以右這邊 我不太清楚他現在的想法是什麼 看到對方出馬弓他是不是有點愣住了 好吧 現在還沒有決定要按什麼兵喔 資源還在存著 攻防也沒提 這邊再想要出戰毛兵 還是要出騎士的感覺 那如果現在出戰毛兵的話 自己農田喔 勢必上會少上很多 比較會難第一時間上到這個帝王時代 或是抱這個騎士出來防守 所以現在又有兩個選擇喔 第一個是出工程器 然後再來就是 出生侶或戰毛兵 騎士的話是候選 因為候選的話 原因是因為他現在才TC開下去了 一定要需要足夠多的農田喔 去防守才行 不然他自己會斷存喔 一斷存的話 經濟就會落後 一落後的話 就會沒完沒了了 好那這邊 直接點下了輪軸技術 跟這個一級的 成真了望 來增加一下這個四眼 這個 他這個想法 送送這個想法有料耶 但是 是想法有料 但實際上 運用這個馬功 到底會不會有料呢 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跟斯拉夫馬功 我每次都是看到 Bad Ending 都是不好的結局 我覺得送送這樣打 似乎有點 竹莽了 而且又又是頂尖高手 雖然這個操作有點讓 右的一個tempo有點稍微打亂喔 因為應該是 他上城堡之後 還是要出馬的 他現在決定連馬都不出了 直接出這個奴號 家裡做防守 4TC開箱 馬就也沒補 還是右騎士一開始 就沒有打算要出騎士 就打算要出3TC 為死開農 這個比較更有可能一點 這邊有隻馬功在燒囉 這裏要不要去招一下 開始招翔 來 招到 OK 稍微守住一下這個地方 下面打破房子之後 發現後面又有4棟房子 而且後方還有奴靠 所以這邊就選擇了先撤退的動作 那兩邊都算偏龍喔 我們就稍微加速一下 避免這邊遊戲時間過長 因為我不確定這場是打多久 我只記得應該是有打到帝王的時代吧 看起來這兩邊應該是要拚帝王 兩邊都沒有一個大爆兵 其實宋宋也不是全力在爆兵的狀況 所以應該不會打出什麼太大的火花 不是小島小鳥 就跟情侶一樣 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 打騎馬俏 就是這樣子 好 無炮開始做反擊 直接逼退了宋宋這邊 宋宋這邊第一時間沒有去招翔對方騎士 反而是選擇招翔馬功 馬功換掉一隻也是不錯的 一換一 好 移到一點下帝王時代 馬上開始升騎士的部分 哇 直接無馬就開爆騎士嗎 品種 帝王時代 那個貴族特權 待會也要補下了 品種也點好了 跑速待會也要補一下 那斯拉夫這邊是偏慢的喔 欸 你們看這個很奇怪這個畫面 明明是剛剛斯拉夫先上城堡時代的喔 好 但是現在又這邊已經點下帝王時代 領先了大概快兩分鐘帝王時代的鹽巴時間 你就知道這個 波蘭的肉量到底有多誇張啊 雖然我覺得待會結束之後來看一下肉量會更準確一點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目前斯拉夫人的一個肉量 也是蠻多片田喔 42片田跟40片田 好 那波蘭的怪族特權點下了 超便宜的大量騎士 準備要來量產了 那斯拉夫這邊也是要轉騎士嗎 那這邊轉騎士的話 斯拉夫能打贏對方的大量貴族特權騎士的話 就只有那個了 貴族鐵騎了 那貴族鐵騎這個單位呢 是比較耐抗對方騎士的單位的喔 到了精銳之後 近戰防禦力可以到11的樣子吧 8加3 8加3防禦嘛 因為每一個起兵鎧甲都會加近防1喔 那遠防最後是3級防4加2遠防 那近戰防禦來說是11防 那貴族特權騎士呢 是重裝騎士12加4 16攻 所以打一隻貴族特權騎士 只有5滴血傷害而已喔 這個數學分析是這樣子 所以波蘭這邊如果要打貴族特權的話 可能要再搭配一些幾兵喔 或者是這個戰錘兵喔 那波蘭的戰錘兵呢 每攻擊一下喔 對方的雙防喔 近遠防喔 都會減移 所以波蘭可以考慮喔 上城堡 然後點這個錘子兵喔 但是要打錘子兵之前喔 要先把這些馬攻解決掉喔 不然自己錘子兵也是白給 那這邊有一些騎士出來了 貴族特權重裝騎士也補下 二級攻也點下去了 這邊波蘭把這個高低 蓋上個城堡 就可以好好控制自己的礦區了 金礦跟石頭區 就可以有一個安全的防守 那這邊大量的貴族特權騎士 直接上來硬拷村民 村民這邊第一時間把城堡蓋不起來 又變道德堡了 但是後方有更多的重裝騎士 上來支援 這邊二級攻也要好 但是目前斯拉夫的貴族騎士 貴族鐵其實沒有這個精銳的關係 所以現在重裝騎士打起來 上來是蠻高的 那後方他有三隻殘血的馬攻 可能要去收下比較好 後方拉了更多村民過來 硬蓋這個城堡 那後面的貴族特權騎士越來越多 輸降有點打不太贏 這邊送送直接撤退 那上方的部分 也有這些騎士過來燒了 哇 斯拉夫這邊有點忙不過來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一波已經打得很不錯了 送送 那右這邊的反應也是很即時 第一時間就補了大量騎士 而且先升級攻擊力 防禦也點好 三級攻也點下 那這邊多出來的騎士 直接去對手家裡做騷擾 但是到處都有這個斯拉夫的城堡 那斯拉夫的一個特殊能力 這個螺絲堡壘 可以用一部分的石頭的資源 變成木頭去蓋城堡 我記得這個螺絲堡壘點下之後 只要350石頭 然後加400木 就可以蓋一個城堡 石頭需求量下降非常多 但我覺得最便宜的應該是法蘭克 總造價來說的話 這邊城堡就蓋下來 螺絲堡壘 裡面直接駐守大量貴族鐵漆 進去城堡裏面補血 那波羅蘭這邊選擇 開始要出這個軍營抽11 再轉一些錘子兵出來了 波羅蘭還是要打點錘子兵 那錘子兵不兵防禦可能趕快補一下 那錘子兵的同時 又這邊點下輕奇兵的一個升級了 但是斯拉夫也點下自己的貴族精銳的升級 貴族鐵漆精銳 點下之後攻擊力防禦都會稍微再上修一點點 這邊大疾兵過來其實有點尷尬 斯拉夫的疾兵超級強了 這邊一升級 直接攻擊變14加1 進防8 這邊直接一個大開戰 大量級兵跟一些戰錘兵在前線做一個進攻 後方有騎士後面再做一個輸出 但是貴族鐵騎的數量實在是有點多 還有這個大級兵 那右這邊其實有點尷尬 有點打不太贏 對方的一個 騎兵的狀況 這邊趕快補下一個步兵三級板架 還有自己的奧不騎戰錘兵的升級 那戰錘兵升級好之後 遠方好像有600 然後血量80幾滴 攻擊力也蠻高的 所以我就覺得波蘭算是一個很萬能的文明 可以打強弩又可以打步兵 又可以打騎士 打騎士沒有黃劍也沒關係 可以出大肉馬 大肉馬又有践踏效果 又很強 都沒有什麼太弱的一個缺點 他最大的缺點應該是 沒有缺點 波蘭在我心目中就是這麼的完美 好那板甲 板甲1也好 吉林瑞也好 這個是滿裝備的 吉林瑞奧不騎鑽錘兵了 攻擊力14 血量95滴血 快要破百滴血量的步兵 然後近遠防又很高 近防5 遠防還有6 這邊戰錘兵直接上來跟這些集兵打 直接無雙敲爆這些集兵打奧不騎跟我們抓癢 後方有一些貴族鐵匙想要來支援 但是這些奧不騎一直在輸出 哇這邊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這邊奧不騎好爽 一直敲一隻爽把這邊集兵全部敲光了 好但是這邊有一隻貴族騎過來做防守 防御一直在下降 8-6 8-88 哇防御直接歸零 貴族特權騎士要來支援了嗎 後面沒有騎士過來防守 帶更多大量的貴族鐵匙過來 後方又有更多奧不騎怪來破甲動作 好8-48-5 哇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這個戰錘兵的破防效果就是這麼好 好看一下又有家裡上方 就大量的一個貴族鐵匙也想要偷偷拆家 但後方有很多急 不是急兵喔 長康兵過來做防守 但這邊正命又被堵了一個口 應該是來得及該好 好這邊長康兵直接上前開戳 應該是戳得掉 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那正面部分 又還是補下更多的城堡在前線 開始用這個均嶼投石機 逼對手 出竅一下 好這邊更多的貴族鐵匙要壓得過來 好這時候 斯拉夫重點下自己的三攻了 好 突然這邊點下了一擊射 開始要轉一下這個城堡的傷害 好這個烈克提克啦 不是烈克提斯 烈克提克一場點下了 那待會大羅馬應該也要直接出來了 那現在農田有60片田喔 是可以稍微支撐自己大羅馬的一個產能的 好這邊又有個大戰 那兩奧不起直接A的上來 但是貴族鐵匙第一個目標 是要來打這個劇情投石機喔 好 但是劇情投石機被收掉一台 第二台有要收掉嗎 收一下收一下 但是這邊貴族鐵匙也是被收掉的非常多隻喔 這裡有一些 錘子冰也是被打爆 但是正面來說 斯拉夫有點退不成軍 因為這邊錘子冰其實沒辦法解決 沒有大量工程器 好這邊轉出了王家四重 喔不是王子喔 是王家四重 王家四重點下之後 步兵喔 所有步兵單位都有擴散攻擊的效果 石兵啊 常見兵劍友 這些單位喔 都可以有這個擴散傷害的一個OP的buff 那斯拉夫最強的一個死血要來了 精銳的貴族鐵匙加上自己的超強步兵 那波蘭這邊有兩個選擇 一是直接出這個強奴 射爆對方 二大洛馬輾過去 三貴族特權騎士輾過去 有三種輾法 四大混兵 直接戰矛強奴然後前面垂直兵 也可以 大洛馬是一定要出的 這個洛馬是波蘭的金水 好第一時間直接把這個頭給堵下來 上方這邊有一些挖石頭的村民 就來蓋城堡結果被抓爆 好大羅馬過來 好這邊直接大爆血 哇靠是這樣 這個践踏效果太強了 三刀砍死一隻村民 直接踩光光 那這邊大洛馬最強的地方是連這個疾兵都可以踏過去喔 這個血量會一直擴散下去 好那正面大量的劍勇直接過來 櫃族鐵騎上來硬A巨型投撕機 正面站垂邊直接硬拷 後面大洛馬直接 招面攻擊對手的巨型投撕機 正面不管 但這邊 劍勇已經砍爆了大量的槌子兵 槌子兵最怕的是對方的步兵喔 因為一般的劍勇傷害是非常高的 攻擊力是13加4喔 17攻 雖然血量上比奧不起少上蠻多了 少了15滴血 但攻擊力明顯是比對手的奧不起高很多 但奧不起又有破甲效果 所以兩邊打起來的話 如果沒有王家四重的話 應該是5-5開喔 但是有王家四重關係喔 就變成 破爛只有3喔 那 薩夫是7 因為這個擴散傷害效果實在太強了 血量則會掉非常快速 所以我是覺得 盡量不要跟對方打一個步兵開戰比較好 不然自己可能越打越吃虧喔 不然自己就要配一些大落馬 去參加這個步兵戰裡面喔 這邊有幾隻大落馬直接鑽了進來 開始砍這邊村民 但是正面部分 又有點被壓回家裡的感覺 大量的步兵又淹了過來 上方又有更多的一個 大落馬想後方拆巨頭子機 但是發現後面其實根本沒有巨頭 正面部分 下面 這邊稍微打贏 但是後面有更多的貴族鐵騎 在上面做一個輸出 直接砍爆了大量步兵 好那這邊奧不齊也直接 守住了第一波進攻 第二波進攻也沒有想要 繼續做一個輸出 因為後面沒有帶攻城氣 你等一下頂著這個城堡傷害 繼續做開戰 其實有點虧 好但是這邊大量的落馬直接被戳爆 反而這些落馬是要來去抓巨頭子機 但殊不知他這一波進攻 是沒有帶攻城氣的 好第二波進攻這一次終於有帶攻城氣 但是這邊又也點一下自己的攻城工程師 這邊是要來轉攻城氣的意思嗎 要來轉這個奴炮 有可能嗎 轉奴炮還是頭車 奴炮比較有可能 但是這邊其實 又的黃金存量還是蠻多的 2000多黃金 而且外面的眼睛還沒有挖完 這裡還有2000多 那這邊看起來又有點 想要打一個資源消耗戰 那這邊又要做好事情就是不能 敵斯被擊垮 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出兵點 那就可以了 那打消耗戰的話 對於右來說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後方的對頭自己可能會被拆掉 後面大落馬直接硬拆 這邊血量一致排開 步兵前線變成錘子陣 隨著陣後面直接大開戰 正面的貴族特權 其實是沒有在生產 但後方有更多的錘子兵 錘子兵數量來到42 貴族鐵騎數量開始下降 但黃金數也是有點開始不夠了 哇我覺得繼續出這個貴族 鐵騎好像有點虧耶 我們還是叫他貴鐵就好了 貴鐵 很貴的鐵騎兵 我還是比較喜歡叫他貴鐵 好那這邊貴鐵數量也是很多 但是這邊劍勇沒有繼續按嗎 要不要再補一下劍勇 這邊的一個是三色步兵嗎 斯拉夫的三色布丁 貴鐵加上劍勇 再加上吉利兵 好那這邊點下這個草叨治療 要來把這些錘子兵放到城堡裡面 做一個補血動作 因為像錘子兵有些都殘血了 去城堡補下血也是不錯的選擇 好那家裡上面這個狂間也挖完了 這個時候也挖的差不多 其實野金野石的部分 又已經拿下非常多了 所以打到後期我覺得是對松松不太有利的 雖然這邊松松也是有大肉碼可以做使用 但是他的單位 主力單位都是需要持金的 雖然破爛也是 但是他後期也可以直接轉出大肉碼 但王家四重的話 你雖然也可以出擊兵 但是這個機動性來說 沒有比這個大肉碼好 雖然這個擊兵是康德大肉碼 所以這邊要怎麼 布置自己的軍隊 就是一個學問 你可以用這個大肉碼去對方家裡騷擾 但是松松也可以把自己大擊兵 放在家裡做防守 但如果擊兵家裡放太多的話 這邊又很容易打不贏 這個就是大後期的一個活字的部分 哇靠 直接戳爆 很痛 那這邊大肉碼要去後面 這就是我說的戰術 那如果這邊要往外派 往內派的話 這邊要確保這裡有洞 這看起來是沒洞吧 真的沒洞 這邊再來拉幾隻擊兵就夠了 後方貴鐵直接在這邊被抓包 長槍兵直接戳爛 下方大肉碼想要鑽這個樹洞 應該是沒問題 這邊已經挖穿了 又這邊沒有去補這個洞 可能會被鑽這個holy shit 出事啦阿貝 哇都過完年了 還出事了 糟糕了糟糕了 好回到這邊 正面大量的錘子兵 直接又再開別人血啊 但是這邊擊兵數量也很多 但擊兵終究有點難打贏 對方的一個戰錘兵 但是沒有關係 後方還有劍勇做一個輸出 但擊兵的數量也是瞬間 被敲掉非常多的數量 戰錘兵憑著自己的血量優勢 打倒了這片大量的步兵 王家四重的傷害並沒有特別明顯 原用的都是擊兵 擊兵打步兵傷害百分就很低 這邊也沒有太多的黃金 可以轉出更大量的貴鐵了 貴鐵現在數量不夠多的關係 只能轉進去大洛馬 但現在如果用大洛馬的話 打這些錘子兵的效果其實也沒有很好 好這邊錘子兵受不了城堡的傷害 可能選擇撤退了 不然這裡真的是要全部白給 那現在全部回家的話 還有機會可以把這坨兵 把他的血給拉滿 因為現在有草藥治療 回城堡補血是一件很快的事情 這裡也沒有打算回家補血 這邊決定要來一個決戰了嗎 好來到下方這邊 稍微防守下挖石去 但是村民的逃生路線直接被斷後 這邊只有少量村民活了下來 大量的村子兵往下走 這邊是要從下突擊的意思嗎 好 大洛馬直接做個周旋 你敢過來我就用大洛馬踏爆你 打正面的話我就用錘子兵 錘子直接敲爆你的櫃鐵 劍勇 雖然你的大洛馬都沒問題 好 這邊又過一個交戰 但是劍勇雖然砍得很痛 擴散傷害非常痛 好 下方這邊也做個開戰 但是突然有大洛馬的践踏效果 擴散傷害非常的OP 直接踏爆這些大洛馬 這邊又過一個開戰 但是斯拉夫發現自己的兵有點不太夠 想要再繼續補更多步兵 但是這面才是他真正的主力嗎 這邊有很多的一個洛馬直接穿進去 但是又家裡已經有洛馬住防守 這邊就算穿進來好像也不是太大問題 這波感覺是又拿上了上風 哇又這邊黃金資源庫存來到2800了 自己明明打了這麼多單位 但是卻沒損失多少經濟的感覺 好這邊大洛馬直接硬撕 劍勇也是吃掉了一些傷害的 畢竟這個大洛馬有践踏效果 還是踏掉了一些劍勇 好這邊陳吉兵直接開尻 還是數量有點不太夠 開始要被擰壓過去 陳吉兵可能這一拖要被抓掉了 但後續又補下更多大洛馬 農田來到71片田 但農田樹還是有點偏少的感覺 自己肉還不夠用 我們要把一隻補兵過來 這聯合補到80片田嗎 但是送送已經補到80片田了 自己在打這個步兵跟騎兵大戰的時候 自己補更多弱勢最好的件事情 有些時間來到了快要一個小時 這邊過來就去開戰 哇已經很難得看到這種 複騎兵一直開戰一直聰了 完全沒有攻擊手在後面射射 或是駝車在後面複雜的畫面 這個飛相當熱血阿 這邊慢慢推得出來 又這邊也是感到稍微有點壓力了 不敢太冒藍冒進 去蓋這個車帽往前插 插到一個偏保守的位置 再來挖石頭 那松松這邊其實他也不太敢 直接進攻 巨複騎兵一直在後面 也不敢出來 這邊戰錘兵在開始做的輸出 那最後馬路已經擋不太住 他後方有一些單位過來做支援 奧不起戰錘兵血量陣太厚了 大量步兵直接被打倒 上方的奧不起直接突圍 好 斯拉夫這邊要怎麼打呢 要不要轉一下攻城器 但是要轉也不可能了 眼睛黃金歸零了 斯拉夫最後一根 救命稻草也沒了 轉兵不可能 那現在只能打的事情就是 出少量的劍勇 加上大洛瑪了 還有這個級兵 但是你要對抗的是 中國最強的玩家 YO 再加上他的波蘭 大洛瑪 錘子兵 還有庫城快三千塊的黃金 連黃金的斯拉夫 真的有機會嗎 好 現在使用大洛瑪要做一個防守 效果其實還可以 勉勉強強 好 開始這邊 戰腿兵直接來守屍城堡 用錘子來拆城牆 好像挺合理的 算說拆的速度沒有到非常快速 但是傷害也是蠻高的 血量已經掉到剩下兩千滴血 這個城堡要死掉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後續這邊城堡應該是 兩把被修了起來直接被擊掛 好 用手上的戰腿直接拆掉了 送送的城堡 送中正面大量的一個騎兵過來做防守 肉馬直接擋不住 一致抬開原地倒地 後方更多的劍勇過來做支援 但是數量不夠多的關係 又被包夾了起來 下方又有更多大肉馬過來做支援 正面開戰斯拉夫完全被擊壞 雖然來到最緊繃的狀態 但是又這邊還有兩千三百黃金 又遇到下一個城堡 這個城堡還想用這個戰錘兵做一個輸出 解掉嗎 那這邊有全力的兵聚集在這個城堡下面 做最後一波的集結 但是戰錘兵還在努力的做一個輸出 想要突圍 那這波突圍看起來是要失敗了 突然這邊扛著城堡的箭矢傷害 在城下直接做開戰的動作 但是這邊送送擋不住打出了聚集 哇 這個戰錘兵沒想到坦度真的蠻誇張的 血量95低血 真的是坦的有夠久 然後很多地方也是慢慢被入侵下去了 就是黃金歸零 又這裡還有兩千多 這邊又省了很多資源 去做一個資源消耗戰 然後把黃金CP值最大化 用少量的黃金去換到高血量的步兵單位 確實很難產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這邊沒意外的話是波蘭 波蘭只見贏八千肉 兩片的農田數其實差不多 但是波蘭這個東西是立即10% 跟斯拉夫慢慢10%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心目中為什麼波蘭會是第一名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每次看斯拉夫跟波蘭人打 每次只要打到地龍時代 兩邊都沒有被一個拆農田狀況的話 通常都是波蘭第一名 只要農田沒被騷擾的話 那目前看起來 確實波蘭的經濟還是正太好了 我真的覺得波蘭這個能力 可能需要下修一點點 雖然我是波蘭玩家 但我覺得這個立即10% 才收效果有點太過OP了 可能可以修一下 變什麼立即收成8%之類的 或9% 稍微修個1-2%左右 就差不多了 不然這個食物差距 真的是差距蠻大的 而且後期這個大肉碼又很難解決 這個波蘭的一騎兵大肉碼 又有践踏效果 所以這個斯拉夫人到後期 確實也沒東西可以跟波蘭人打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個訂閱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拜拜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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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